大家好,我是评头哥姐说 很多朋友想体验Windows 11系统 可是微软这家伙把门槛提高了 所以当一些比较老旧的电脑在安装Windows 11时提示不符合要求 不过今天我来教你们破除这种限制 不需要U盘制作启动盘 也不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只要一个代码就能搞定 先来看看Windows 11的系统标准 首先处理器至少需要双核 内存4G 硬盘的话至少需要64G 还需要支持UEFI安全启动的主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板必须支持TPM 2.0模块 很多老主板是没有TPM 2.0模块的 所以没有它根本不能安装 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 让你的老旧电脑也能顺利地用上最新版23H2版本系统 所有资源我会放在简介栏和评论区 大家先看一下我的Windows 10版本 然后我们打开微软系统下载官网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脑是否支持 可以先下载这个安装助手测试一下 打开后点击获取电脑运行状况检查应用 会自动下载检测工具 打开检测工具 默认安装一下 装完打开它 这里有个立即检查 点击一下就可以 点击完之后 回到第一个软件界面 刷新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的话 这里会提示 由于我的电脑支持直接安装 所以会出现这个 但我今天只是演示 不从这里安装 关闭它 现在再次打开系统下载页 拉到下面点击这里 不要下载家庭版 下载上面这个 点击下载 选简体中文确认 然后点击64位系统下载 此时系统开始下载 大概一分钟左右完成 速度取决于你的宽带 耐心等待即可 下载完之后 解压系统镜像 再解压这个代码压缩包 打开Bypass11文件夹 双击这个文件 会自动出现 命令提示框安装 倒计时结束后 会自动消失 然后打开解压后的 镜像文件夹 找到Setup程序双击打开 此时跳出来这个安装框 点击更改安装程序 下载更新的方法 勾选不是现在 下一页 接受 这个时候 它已经跳过TPM2.0模块限制 默认勾选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 我想你不希望变成重新安装吧 如果你想重新安装 点击更改要保留的内容 选择5就可以 但我只是从10升级到11 要保留电脑里的资料 所以默认安装 现在开始自动安装系统 整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 耐心等待 装完之后电脑会自动重启 期间安装的时候 会重启4、5次 不要慌 你需要做的就是等 哪怕最后没有成功 会自动退回到你先前的系统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微软这一点考虑的 还是比较全面 这就和手机升级 大版本系统一个道理 经过了漫长的15分钟之后 来到了系统桌面 一个全新又不丢资料的 Windows 11最新系统 就升级完成了 桌面上的资料依然还在 看看版本号 是23H2版本 系统操作版本 则是2263-1.2861 升级系统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如果你的内存在8G或以上 哪怕处理器稍微老一点 一样很流畅的 毕竟11系统主打的就是一个动画和流畅 还有UI界面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